这几天我们在节目中陆续关注了防盗的话题 尤其是现在春运快要临近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铁路盗贼猖獗的时候 这些毛贼看着大包小包拎着行李返乡出门的人 就按捺不住想提前动手捞一把 有一部分人他们专门盯住长途出行的单身女性 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扮演心怀鬼胎的热心人并实施盗窃 2014年12月20日 江苏省徐州站排出所接11134列车乘警通报 该次列车徐州站开车后 16号车厢6号上铺旅客王女士向乘警报案称 其放在行李架上的灰色拉杆箱被人盗走 当时你想留有几张卡 我不记得 大概有几张 最少的三张吧 留有多少钱 一共夹起来所有的银行卡估计是七万十万吧 据王女士回忆 自己从济南站上车后 同卧铺车厢的一名青年男子帮助自己将拉杆箱放在了行李架上 由于自己设在上浦 拉杆箱就在眼前 觉得很安全 王女士称 拉杆箱里有银行卡四张 总存款额近八十万元 由于担心忘记密码 在每张卡背面都写了六位密码其中的五位数 方便记忆 民警随即调取了车站出站地下通道监控 发现了该名嫌疑人 经过王女士辨认 嫌疑人正式帮助其放拉杆箱的青年男子 通过调查乘车信息 民警发现 该男子名叫赵某 二十三岁 江苏徐州人 民警获悉 赵某将于二十三日凌晨乘火车到达徐州 民警守株弹兔 于二十三日一时三十分将刚下车的赵某抓获 被抓时赵某手中竟还拖着王女士的拉杆箱 那一栋坡总共是六人 人家放错证女 根据嫌疑人赵某交代 他在列车上帮王女士放行李箱的时候 感觉这只箱子比较贵重 于是他就产生了盗窃的念头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最终这个毛贼还是逃不出警察的法眼 这个小偷说 他发现有四张银行卡 并且卡后面有五位数字 这更提起了他犯罪的念头 于是他拿着这些银行卡到自动取款机 尝试把卡内的钱取出来 但尝试了几次都没有猜对密码 所以这卡就被锁死了 他就没有得逞 您看幸亏 这位施主也真是够大意的 您怎么就能把密码这么重要的信息 就直接写在卡上了呢 老话说得好 小心使得万年传 在加强安全防范方面 咱们还真是得谨慎又谨慎